兩姊妹同房二十幾年 這個要啦 因為我有用 是Body Lotion 有用的 這個不知道什麼來的 這個是我新買的 這個不要扔住 等一下 我很想停你很久 其實我不是很想被人看到 就是我們用什麼護膚品 這些東西 還有你很尷尬 就是你那些剃刀 什麼都放在那裡 做妹妹的蘇維欽 自從贏了奧運 獎金商業贊助 贊賣賣賣賣都不少 終於都想獨立一下 我應該就喜歡 安樂窩會是溫暖一點的感覺 就是摩登德里又沒有很爛的 灰白黑的那種顏色 我會希望用一些木桌 就是很舒服的環境 就是自然一點 Hello 有沒有八百多萬的 稍後我們介紹多一點 好嗎 是看這個單位的 花園都好像日式那些 做得很漂亮 由這一集開始 我們會帶大家認識蘇維欽Mini 運動員以外真實的一面 這個只得二十三歲的小妹妹 在一班專家的幫助下 到底可不可以一圓置業夢呢? 去片之前 記得訂閱我們Facebook IG和YouTube Channel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 到時到後會提醒你收看我們全新實況節目 Soul Me點上車 98年出生的蘇維欽 爸爸蘇俊華曾經是港隊乒乓球代表 退役之後開了訓練中心 在家對上有姐姐 對下還有一個弟弟 三姐弟小小就在爸爸的分途之下 已經是高手 甚至連媽媽也是 Mini三歲嶺開始打球 四歲獲第一個獎牌 之後在多個本地公開賽獲獎無數 小學時已經到外地比賽 十五歲那年他在呂拔稅退學 加入港隊開展全職運動員生涯 一直到東京奧運 火拍兩位師姐 李浩程和杜凱琴出戰女團 在銅牌賽一頭粉紅髮的他表現神勇 為香港奪得力來第一面 女子乒乓球奧運獎牌 我知道是好多天才造就到這塊銅牌 你再給我打多次 其實不一定有同樣的結果 所以對於我來說是真的從零開始 在奧運前和奧運後有轉變 是正常的 譬如乘地鐵的模樣 我又說 我們要乘乘乘乘球 可以和他們拍照嗎 會有這種情況 我通常會和他們拍照 因為我覺得 我們可以將這份正能量 帶給大家其實我們都很開心 我覺得人家喜歡就喜歡 不知道就不喜歡 可以的啦 可以的 可以的 這裡我橫歎了 他們支持我固然很開心 但我可以將這份喜悅 和運動這種熱血 帶給大家 我覺得是很好的 有一個運動員會否覺得自己會變異 會否擔心這件事 其實一開始我是有一點點不習慣 因為始終我自己不是一些比較 就是… 習慣 對鏡頭的人 人最開心就是做好自己 不要理人家的眼光 然後就… 自己應該怎樣過生活就怎樣過生活 打比賽的時候的Mini眼神凌厲 但是現實生活的她 她又是怎樣的呢 我們去探望她 好 Hello 這裡就是我們平日吃飯的飯廳 這是爸爸做的 姐姐、弟弟、媽媽和我 我們平日就在這裡吃飯飯的 這裡就是廚房 平日每一早我都會… 我都會在這裡沖咖啡喝的 就是這個我最主要用的咖啡機 每天都一定會用到它 為甚麼要先喝咖啡呢 因為我要是真的喝咖啡 我才覺得自己是很精神 和是準備好日子 所以… 你什麼時候開始的 呃… 應該都有三四年前開始 應該是在體院開始 那這裡就是我們的大廳 平日媽媽媽和爸爸 會坐在露台那裡聊天 然後就可以看電視 這樣… 那這裡也是 Colly和Martillo的發癲空間 平日就最主要在這裡 跑來跑去的 我們自己都會… 我和家庭有時候都會 坐在這裡 這個大沙發 回來看電視 這樣… 好累呀 回來就躺在這裡 這樣… 這裡是Mini在九龍的家 一家午口和傭人姐姐 還有兩隻狗狗 住千多呎的房子 四間房子 聽起來好像不錯 但是有間房子 他們沒有份住的 這個就是我們的寵物房 裡面就有我們的大烏龜 大陸龜 其實是… 好啦 我們就要叫他們出來 這個呢… 病人教 不好意思 吵醒了他 應該差不多有10公斤 這邊就是房子 這裡是Mini爸爸的房子 這樣… Mini和爸爸是很整齊的人 跟我們很不一樣 準備就是看看我們的房子 這些災難去的 一半吧 少許災難 這裡我們已經放了很多雜物 其實 真的… 令到我們房子可以稍微整齊一點 這裡是我和姐姐的房子 通常就是姐姐睡下床 然後我就睡上床 這張桌子其實都是屬於姐姐 所有東西都是姐姐的桌子上的東西 有沒有屬於你的東西 這樣一睞眼 這個袋子是我的 其餘的東西沒有一樣東西是我的 可能有一支護膚品是我的 其實是不是整齊了 例如 已經整齊了 免得 平時走路也有困難 不太好 這裡是衣櫃 小朋友的房間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是 那間房子差不多大 然後它就好一點 它下面可以是書桌 不是床 所以這樣 是 是 它又是已經撿了一下 平時說自己有多亂 可以進來看看 它是藝術人 有很多畫的 它的房間 其實兩姐妹的房間 原來應該是這樣的 知道我們來拍攝 才稍為撿一下 什麼啊 你沒穿過 你穿過的都是放還是放 當然不是 穿過的一定是放在laundry 我沒穿過才放 那其實誰是適合的 誰是 其實地上又有乾淨的衣 又有烏雜的衣 烏雜的衣是她的 乾淨的衣是我的 等一下你才有骯髒的衣服 就放在地上呢 因為我會再穿 穿到一槍一會 沒有出汗 就可以再穿 但你放在地上 地上也是乾淨的 我家裡是人蠻的 雖然未到新年 但是因為鑑於姐姐給我一些 很漂亮的照片 我看 所以我覺得你兩姐妹 對於撿房這件事 其實是有點難度的 現在就給大家一個考驗 兩姐妹夾手夾腳 撿到房間 你覺得是最整齊的 究竟是什麼樣子 到底他們會不會做到呢 好 Go 好 最整齊 撿不撿到太多東西 我們是不會撿東西的 應該是工人姐姐撿的 撿 撿 撿 還是電話也撿 撿 那為甚麼 撿出去沒有人跟她撿東西 怎麼搞呢 那不… 那不… 不撿 這個可不可以齊一點 其實這個要用的 可能有 遲些才算 撿 嘩 你把插件都藏起來了 一定不是我 可能是你用完就藏起來了 我拿一個膠袋進來 拿這個袋進去 反正都不會重用 很多層的房間 一定是 我很想打一次 這個大廳紙後面還可以用 為甚麼要丟掉它 撿 對上一次兩姐妹撿房是多少年前 從來都沒有 沒有試過 不會撿房 這個呢 不如撿一下 那張桌子真的…我接受不到 有 好啦我認真了 我現在認真撿東西 彈開 哈哈 好我彈開 我先認真 這個要啦 因為我有用 這個呢 這個是Body Lotion 有用的 這個不知道是甚麼 我都不知道是甚麼 那扔掉它 沒用就 都不知道誰會用的 這個不是我新買的 這個不要扔掉 那你用這個 等一下 我很想停你很久 其實我不是很想被人看到 我們用甚麼烏粉 這些東西 而且你很尷尬 就是你那些 剃刀 全部都放在這裡 OK 其實這枝還用不用 這枝 都扔掉它 我們都不會用這些 先放著 你有沒有發現呢 原來我還滿Kindle 原來是我的 對 你用完電 阿滿平時就是這樣 用完電 然後還給我 就是把地面連電都不幫我 然後還給你了 你有沒有發現呢 然後呢 這個呢 撿不到 好像沒有撿過 好像跟剛剛沒有分別 房間的整體美觀 應該沒有人想看我們撿桌子 撿了一小時 那就可以推開平時 推開所有東西在這裡 一個洞 放一部iPad 就夠了 有沒有多了位 撿完最整齊的方法 一定是 開了櫃桶 把所有東西放進去 沒有開來拿東西 我就這樣 只是揭起這一個洞 哇 真的太重了 有啊 她每次進來就 哇 你的房間好亂啊 撿一下 然後我決定搬出去煮 我們先撿到地下 先問 唯有 為何先處理它 其實在平時有訓練的時候 Mini是住在體院 一星期回來一次左右 不過每次回來都要跟姐姐爭位用啊 這個是髒衣 然後這個是穿過一次的衣 這個是Dumiris Laundry 哎呀 sorry 唉這些衣服呢 就摺好了 真的乾淨 這個水呢 這個水放了多久 昨天的 那你還喝不喝 那就可以喝上去啦 哈哈 這個袋呢 是不是也是掛在這裡 有些掛不到的糞便 那條糞便 掛了十個袋 收起來 CAM看不到的地方 放進櫃 乾淨 這個乾淨的 要拍一下這個動作 先給你 姐姐你好像吃花生的東西 是啊 因為 姐姐是不會收拾東西的 衣櫃插針也插不進去 嘩這間房子很整體啊 那這件衣服 那我負責收拾床 是 然後呢 走 我平時在大學收拾床就是這樣 將它 這樣 這樣 這樣就收拾完了 這個快速收拾床法 它扔了上去就收拾完了 其實為什麼你們這麼討厭收拾一下地方 懶 對 因為 用時間又累 然後就 還有 不知道收拾來做什麼 因為收拾完又是亂的 那你不如用那些時間來做其他事情好 真的嗎 那些人說 房間整體做事有效一點 我覺得是 你用了一小時 那幾小時收拾 那你那幾小時做事 就 不知幾有效 其實我招了下來是這樣 這樣下來 你覺得收拾完了嗎 收拾完了 收拾完了 你覺得這個情況維持了多久 去到今晚 他跟你拍完的時候 今晚當大家要換衣 或者當我們出去要換衣的時候 他就會變回圓形 其實在這個大考驗之前 Mini和我們做訪問的時候 是這麼說的 自己都希望有一個小的安樂窩 這樣就 或者和姐姐一起住 這樣 我是覺得OK的 但是一到收拾房呢 現在還有工人幫我們收拾 我有考慮過 如果和姐姐一起住一間屋 要靠我們兩個自己收拾 結果是我收拾 所以 都是不好的 差不多一個星期 有很多人在 我真的暈倒了 因為我經常很晚 吹頭 然後 她又睡了 或者是 我們的時間很不合 雖然說就會喊三下 不過兩姐妹的感情 其實就很好 不過我始終大過女 所以Mini也有過想法 可能在兩三年前 那時候就 不知道為什麼 那時候都覺得很想買樓 覺得自己 其實都積蓄不少 我其實很希望有自己的房間 起碼關門靜一點 我有自己想上課補習 或者想自己看書 安靜一下 沒有啦 家裡暫時沒有這個可能性 奧運之後 獎金、廣告和其他商業贊助 接不停 賣樓機會 似乎越來越近 不需要很大的公室 但我覺得 起碼可能 要夠兩個人住 即是不可能 一輩子只有一個人 我住在體院 也沒有自己的房間 我會去咖啡店做事 如果家裡有書房 可以給我做 好像咖啡店的環境 我就會很開心 營海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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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海超棒 蘇小姐 又要方便又要漂亮又要新 不用便宜 下一集我們找來地產專家 帶Mini看看現在的房間 究竟是怎樣 什麼行程 和什麼間隔 鳳凰樓 什麼 鳳凰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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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很漂亮的樓 我都是想同一樣 家姐姐會化妝樓 這個我真的沒聽過 化妝樓化妝間 我真的沒聽過 五門歸心 五門歸心 有些實在 每個字都會放在一起 不知道她說什麼 家姐都會陪伴她 不知道她兩姊妹一起看樓 又有沒有火花呢 記得Subscribe我們YouTube Facebook和IG 留意Finance730 全新節目 中原地產特約 Show Me 點上車